2016 香港小姐競選日前舉行首輪面試 不少街泥已經火速被起底 當中曾任職Now TV 無故意的唐碧霞 Yoki 昨晚在 Facebook 上載電話截圖 只收到出席內地商務飯局的邀請 對方更開價20萬 不過 Yoki 隨後又將截圖刪除 事後我們火速聯絡 Yoki 了解一下 他說覺得對方不尊重他 他一見到都有點害怕也不知對方為什麼會有他的聯絡 即使對方出到20萬或者無論是多少錢也好 Yoki 強調是不會出賣自己身體 另外 Yoki 原來曾經在 Now TV 做過體育節目主持 問他為什麼不參加同公司ViuTV的美選DNA 反而去參加無線港姐 Yoki 立即賣口乖 表示因為港姐歷史悠久有代表性 他相信成為港姐是很多女生從小到大的夢想 縱觀今屆港姐都有不少餓苦藏龍 當中26歲導彈律師Joyce 是前港姐冠軍默明師好友 而她的背景亦不少 有爆料指她哥哥Mark是歌手JW的男朋友 而Joyce自己的男朋友更是隱形富豪後人 在她網上分享的照片 見她不時到外地旅行又大曬水著澎湃上圍 空湧而出 其後我們向JW查詢 他透露和Joyce在球學時期已經認識 大家都在英國讀大學 JW對Joyce選美還很有信心 不過JW強調和Mark只是好朋友並非拍拖 JW強調和MD JW強調和MD